补充下档讲的 实际上的问题其实对台湾是很好的一件事 因为以前很多事情发生的话 好像这跟我没关系 但是实际上问题大家都醒过来了 好像我们社会政策的毛病 或者是政府的缺失 或者是我们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是看到像洪正秋是一件 太阳化是一件花生兽高雄气暴 但是到了实际上问题之后 大家才觉得这是跟我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虽然说 这外国卖的东西 Made in Taiwan就换下来了 但是在台湾岛内 确实是一个唤醒的作用 这确实是吵了 我再回到能源二氧化的台湾问题 其实全世界最积极 最努力在做的是欧盟 所以前几个月 他们讲的是欧盟 整个欧盟 要把二氧化的排放量 从1990年的水平 到了2040年 要下降到40%左右 这个Commitment是很强烈的Commitment 是整个欧盟在做的 美国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减少 所以没有能够开始有工作的 因为它的国会总不通过 但是最近 欧盟马是把二氧化碳 归类为污染源 所以你看 我们在台湾受空污碎的时候 讲到二氧化硫 或者是氧化氮 但是二氧化碳不是当初污染源 在美国是因为我妈认定 有科学的依据认定说二氧化碳是一个污染 跟二氧化硫跟氧化碳一样 是危害国民的健康 所以政府经过行政命令 要减少二氧化碳 所以我妈妈可以跟 化电厂说 你要有规划的减少二氧化碳 所以它才能够 跑到北京 在安倍跟习近平握手 就是我们要共同努力 减少二氧化碳 所以美国是我妈妈的决心 走出一大步 其实韩国是不理想 盘望比我们多 日本努力了一阵子之后 现在也面对相当大的困难 不过我刚才讲 这是全球的问题 如果不是全球有共同的条约 或者是规范来做的话 做不成的 为什么我讲 今年的COP21是重要的 是因为欧盟的 commitment 强 欧盟整个合起来 它的经济体比美国大陆都要大 所以整个欧盟的影响力很大 所以欧盟他们的 commitment 这是在巴黎开会 巴黎开会跨国 它也不能让这次的会议开得太难看 它在历史上要有定位 所以这次是有点不一样的 所以我对这次的COP21 是有很大的计划 我们是有很多地方要学习的 比如说REAL PLUS 20开完会之后 那个Bunky Moon 它组织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叫做Science Committee 科学的委员会 直接给它一些建议 它另外叫Sax Jeffrey Sachs 组织一个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ator 就是永续发展的解决的网络 它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急速减碳 它每个国家做规划 它们急速减碳的这个方式 它们也都在努力 但是你刚才讲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虽然觉得 像美国、英国所做的努力 是很好的 是值得让我们敬佩的 但是从全世界的观点看 还是有问题的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 它们是过度开发的国家 它们有办法 想办法在过度开发的国家里面 解决它们的问题 但是它们绝对不是 还没有过度开发的国家 亚洲、非洲的榜样 所以我们一直说 我在国际科学理智慧里面 到处跑到处跑 主要的一个目的 还是要亚洲的人说 这个欧美发展的幻象 不是好的榜样 我们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非洲要走出不一样的路 这个五十年之后 如果人类真的成功地走上 有戏画展的道路 你会看到美国不一样 日本也不一样 非洲跟亚洲不一样 如果大家都跟着 欧美发展的发展走的话 以为二零三年年、二零五年年 都达到高峰 都要慢慢减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就在这一步办 所以我在国际科学理智慧里面 跟全世界各个地方来的人 很不同的观点就是 亚洲跟非洲 不能跟着欧美的幻象 有些日本的科学家就说 日本要想办法说 每五个人有一部车 全世界 它是要从科学的 效率的方式来提升 希望每五个人有一部车 我说这不对的 最好是我们在非洲亚洲 发展过程中 不要学美国发展的方式 靠高速公路 靠汽车 而是怎么样使大家 能够像中世纪 没有汽车的时候 都市的建设 都是比较有人性的 而不是有车性的 这个城市 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虽然是退下来了 但是这一点 就是世界发展的模式 什么是发展 这是有很不一样的看法 对经济的发展也是一样 以前我们说工业化 工业化之后 就大量生产 大量消耗 然后占有国际市场 当我们把整个地球 抽债的今天 我们经济的发展 是在有限的地球上 发展 那我们的整口 不可能让它一直成长 我们的消耗也不能够一直成长 所以年轻的各位 如果从事经济学的研究的话 我们可以了解说 现在不一样的 现在是在有限的地球上 怎么样发展人类的经济 使大家过得更好 如果地球是无穷大的 那很多人说市场 市场会解决 我也许可以同意 但是地球毕竟不是无穷大 尤其是在过去的五十年之内 变成有限 所以刚才讲的这些 就是在这里 更参考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广泽